恶魔阿萨谢尔在召唤你远作是咋完结的 这绝对是一个神作 当年它可是跟淫魂一样 恶搞方面已经达到了 律师函都可以拿来当册址的地步了 首先介绍一下 该作其实是由九宝保久老师 于2007年至2019年 在讲台社半月刊杂志 因为你上连载的漫画作品 全篇共出了161话的内容 发行了16卷单行本 我们2011年至2013年 看到了两季TV动画版 实际翻拍了漫画大约前74话的内容 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 虽然动画已经做到了第八卷的内容 但我还是强烈建议各位 可以再把前八卷买回家再看一遍 因为其实动画对很多角色的出厂铺垫 进行了删解 同时在前八卷中 九宝老师其实毫不客气的 恶搞了他们讲台社的编辑部 骂得可损了 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而且在动画剧情之后 原作剧情其实分为两类 一种是以各配角为主的 日常搞笑故事为主 一种是以天使集团 与男一号界边和女一号 左威的相关故事 时间有限 我这里就只复述 组线内容相关的故事 首先是嫉妒恶魔 温迪尼日常犯病 跑相亲节目去闹事 非要去找一个男人嫁了为开端 结果温迪尼很快 就被天使集团的人给盯上了 原来曾经夺走过 魔导苏的沙利叶 带着两个新同事来到了地球 要为前同事报仇 沙利叶打算假借 跟温迪尼结婚为幌子 把温迪尼恶魔之力给逼出来 然后再找到魔导苏的位置 彻底杀了这个恶魔 然后沙利叶直接就被飞机撞飞了 沙利叶就这样掉进了海里以后 恰巧被温迪尼路过救上了岸 被救的沙利叶将其交进 以报答温迪尼为由 要跟温迪尼交往 并且沙利叶让同事扮成了其他女神 想引起温迪尼的嫉妒之心 结果温迪尼不仅没有嫉妒 还不停的诱惑沙利叶 就在公园里的时候 沙利叶的游戏摇杆 他翘起来了 温迪尼更是趁身追击 使出了鱼嘴捕食的可怕力量 眼见沙利叶的摇杆 即将成为鱼饵之石 沙利叶的同事舍身 挡在了沙利叶的面前 迎下了温迪尼的攻击 结果这个同事因为那傻 被那傻了 认定为堕落了 因此遭到了神的惩罚 彻底消失了 这事让沙利叶后悔不已 不过在神的指引之下 沙利叶知道了自己的弱点 沙利叶心意横大吼了一身 去他 沙利叶把自己的游戏摇杆 给拔了 正是因为这无私的行为 沙利叶升级成了大天使 而温迪尼发现眼前这帅哥 没有知音以后 当场就把这个太监暴打了一顿 痛骂对方玩弄自己的感情 成功的逃脱了追捕 而另一边 左威因为受不了长期 遭受阿萨西尔的性骚扰 决定辞职 左威立马还上了 欠事务所的300万以后 解除了契约 打算回去过普通的大学生的生活 借鞭却说我不会阻拦你的 但你一定会后悔的 求着回来工作的 当时左威也没有多想 心说借鞭也不是什么恶魔 不至于干什么坏事吧 于是过了几天 左威过上了正常的大学生活 还在大学期间认识了一个帅哥 正当左威和帅哥 坠入爱河的时候 左威长出了超长鼻毛 并且身上带着气场 这一帅哥根本就碰不了左威 发现自己中了诅咒的左威 赶忙冲毁了事务所质问借鞭 为何要这么做 但是通过别西普的解说得知 原来左威来事务所实习之前 就已经中了诅咒 但解除诅咒的话 借鞭收费5000万日元 而又因为 这个诅咒可能与之前阿萨谢尔 引发的骚乱时 左威不小心被他人倾倒有关 所以气得左威再次暴打了阿萨谢尔 并离开了事务所 打算独自解决问题 结果大学里认识的那个帅哥 对左威还真是不离不弃 非要跟左威功夫难关 最终这个帅哥病入高荒 只能活一个月了 这时候左威才从别西普那里得知 左威身上的诅咒是 任何男人只要喜欢上他 左威就会离死不远 借这个诅咒这么毒 左威为了救帅哥的命 逼不得已回去求借鞭 继续雇佣自己 然后左威继续跟阿萨谢尔签订了奇约 让帅哥不再喜欢上自己 保住了帅哥的命 然后实际上是阿萨谢尔 接到了借鞭的命令 让阿萨谢尔用能力 才让帅哥喜欢上左威的 是的 从一开始就是借鞭做的局 左威正好如果听到了 阿萨谢尔闲聊时得知了真相 气得左威差点把事务所给掀了 但借鞭普为所动 甚至对左威说 你想要解除自己身上的诅咒 只有在事务所工作 才能找到诅咒的来源 借鞭硬是用诅咒的问题 逼着让左威彻底屈服 不过因为知道了这个诅咒 会让别的男人 无法动自己的身子 左威从此开始不断的去承接 让情侣分手 报复渣男的案子 左威利用阿萨谢尔 不停的把自己变成美女 然后去坑害 只想啪啪啪的笨男人 让那些男人 受到自己身上诅咒的报复 来达成目的 直到阿萨谢尔的能力暴走 把自己变成了这个死样子 左威才停手了一段时间 但是等恢复了正常以后 左威依旧没有急着 找解除诅咒的方法 依旧是靠诅咒去挣钱 然后左威的手就变成了恶魔之爪 就在左威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个邪教头子突然出现 把左威给拐走了 原来这个邪教头子 也是一个恶魔使人 他想得到更多的恶魔的力量 来增加信徒 获得金钱利益 所以才抓住了左威他们 左威起初很不乐意帮忙 但是邪教头子说 自己的恶魔 能够帮他找出诅咒的源头后 左威这才选协助帮忙 并最终从这个邪教头子的恶魔那里 得知了 左威五天后就会死 然后左威就这样 担惊受怕的过了五天后 才发现死的是那个邪教头子 原来阿萨歇尔把左威的预言蛋 跟教祖的预言蛋给调换了 左威的真正的预言 解除左威诅咒的方法 给先找到左威的父亲 为了知道真相 阿萨歇尔别西普和左威 一起来到了左威的记忆深处 看到了过去 原来左威小的时候家庭没满 但是十年前 左威他们家母亲出轨了 而且不是出轨一次两次哦 而是出轨了一百次哦 父母之间奔向和平分手 但是在抚养左威这个事情上 产生了分歧 父母俩为此大打出手 这时候邻居出现了 他让夫妻俩停下了手 本来父亲想要劝说左威 不要受妈妈的影响而变坏 结果小左威却说 爸爸你不用担心 妈妈有很多金组 一次的小费 就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都要高哦 爸爸很心痛 但爸爸劝说小左威 钱多与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稳定啊 爸爸他辞职了以后 一直稳定的没有收入 最终小左威因为圣诞节 收不到礼物 觉得爸爸也挺像个废物 最终父母离役后 左威选择跟母亲一起住 按理来说 诅咒应该与父亲 后来的行为有关 但要命的是 阿萨谢尔突然犯病了 阿萨谢尔看不下去这个剧情了 他竟然在左威的记忆里 突然篡改剧情 不仅提前救了左威的父亲 还造成了蝴蝶笑领 左威的母亲堕落成了战阶女 导致左威的记忆里 诅咒的来源 成了阿萨谢尔导致的 气得左威恢复意识以后 凌迟了阿萨谢尔一顿 但是爸爸的线索到这里就断掉了 而另一边 天使沙利叶丢掉了知音后 又因为被飞机给撞了 头上的天使光环给搞丢了 导致沙利叶流落到街头 成了凡人 而他恰巧被路过的温迪尼 捡回了家 然后温迪尼像一个小娇妻一样 照顾着沙利叶的日常起居 搞得沙利叶很感动 甚至有点想违背使命 就这样跟温迪尼在一起 虽然没有知音 但沙利叶想要回报点什么 所以就主动出去找工作 而温迪尼在与婚介所的红娘 闲聊的时候吐槽的 说自己不小心收养了一个 没有知音的男人 本来只是同情 没想到这个男人会错了意 赖在自己家里面不走了 结果婚介所的人说 这个没有知音的男人 很有可能已经爱上了他温迪尼 而温迪尼的老妈又催婚 说只要有知音就嫁了吧 她想早点抱孙子 搞得温迪尼不知道 到底该如何面对现在的这个感情 而沙利叶本想去找天使面世 重回天界 结果却半路杀出了阿萨歇尔 阿萨歇尔给沙利叶按了一个幻痛 让没有知音的沙利叶疯狂的 想要对自己的知音做摩擦运动 阿萨歇尔打算用这种 欲罢不能的折磨方式 来为自己死去的恶魔同胞报仇 沙利叶不仅面世失败 还深受诅咒之苦 但此时却发现知音 就在沙利叶自己的跟班天使的手中 可是这个跟班天使 当着沙利叶的面 当场就把知音给捏爆了 原来这个跟班爱上了温迪尼 他一直在嫉妒沙利叶 能够跟温迪尼在一起 却不能给温迪尼他幸福 但沙利叶却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爱上温迪尼的 自己是大天使 要完成职责 误会了的跟班终于跟沙利叶和解 然后跟班就被车撞死了 沙利叶也因此撞到了脑袋 昏迷了两周 正好救治沙利叶的组织医生 就是怪异黑解克 虽然跟班死了 但是跟班把自己的那只知音捐给了沙利叶 使得沙利叶又有了知音 最终温迪尼知道了自己所爱的人 有了知音以后 开心的冲到了医院 张开血盆大口 就一顿上下上下 左右左右 BABA 沙利叶彻底堕落为了人类 而另一边 左卫因为调查某个镇药丑闻事件之中 不小心中了埋伏 被镇药抓回了家 差点就被逼着 穿成这样 去当摄影师 幸亏动画里出现过的那个 变人48面相 跟别西普及时赶到 一巴掌打醒了左卫 让他明白了 做摄影师就要认认真真 最终左卫拍下了许多很有艺术的照片 而这些照片 后来被小报PS后拿去刊登 导致镇药当场因丑闻彻底垮台 而一切在背后操纵的是 三大魔王继承人之一的 亚斯达罗 得差点签约的总理大致 然后没过几天 戒边因诈骗罪被捕 事务所被查 东西都被搬走了 而魔剑此时 突然很巧的 亚斯达罗在东升西桃 连路西法和别西普都不是他的对手 阿萨歇尔因为不想回魔界 去帮忙对付怪物 为此他一直在人间跟着左卫 而左卫此时又突然间遇到了失散多年的爸爸 爸爸落魄在要饭的样子 让左卫心生怜悯 于是左卫带着自己的爸爸和阿萨歇尔 重新开了事务所 并接了很多活 让日子变得真真日上 就在爸爸想要帮左卫的忙 也要跟恶魔签订契约的时候 变人却这时候再次出现 并告诉左卫这个爸爸是假的 从而并没有大断签订契约的过程 正巧别西普也突然反对签订契约 导致仪式中断 事后左卫的爸爸跑出去见了一个小男孩 这时候才得知原来这个小孩 就是三大魔王继承人之一的亚斯达罗 亚斯达罗想要恶心竞争对手别西普 一直在寻求控制别西普的办法 正好变人一直在跟踪这个假爸爸 并得知了这个假爸爸的真相 既然事情败落 亚斯达罗把这个假爸爸给处理了 变人则因为是被人怀疑是变态 被路人挡住了去路 让亚斯达罗逃走了 随后别西普赶到了变人的身边 并通过对话得知了变人才是左卫的亲爸爸 原来变人是利用恶魔的力量 把自己过去伪装成了神父 变人其实一直在暗中保护左卫 这才给左卫下了诅咒 让别的男人没办法触碰到他 亚斯达罗的计划失败 很快这边也无罪的被释放了出来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 亚斯达罗一直是在跟日本这个国家政要签订契约 亚斯达罗此时找到了这届总理大臣 打算继续续签契约 以保护国家丑闻不被曝光为要挟 亚斯达罗打算继续控制日本的权力中心 但这也让一星想要拿穗金 去造高达的总理大臣得知了恶魔契约的事情 于是大臣找到了左卫 希望左卫把阿萨歇尔的契约转给他们使用 因为大臣想要利用阿萨歇尔的能力 解决日本少子化的问题 实现政绩 本来左卫是有点犹豫的 但是大臣给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于是左卫真的就把阿萨歇尔给卖了 最终阿萨歇尔与大臣签订了契约以后 成功的把日本的啪啪率干到了0.02% 搞得日本少子化更严重 眼看未来就要毁灭了 没了慰爱鼓掌 没了欲望 恶魔也就得不到力量的来源 魔戒也将走向毁灭 本来阿萨歇尔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 不知所措的时候 左卫却因为得知 当初阿萨歇尔通过他的能力 确实让动物园兵威物种 繁衍了后代 所以左卫跑上了街头 找到了阿萨歇尔 为他加油鼓劲 阿萨歇尔被鼓励到了 于是阿萨歇尔逃出了自己的大魔棒 使出了浑身解数 降下了流金雨 让日本人重新焕发了 为爱鼓掌的欲望 在一次期间 神曾想站出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因为神希望人类失去七情六欲 为神所用 所以他才会为天使安排等级 所以神才会让天使一旦失去真操 就堕辱人间 神只想掌控世界 以此为乐 但是戒鞭其实也是神 他认为恶魔相对于现在的神 对人类的发展更加有作用 所以戒鞭阻止了神的干预 让阿萨歇尔彻底使用了力量 让日本人重新焕发了生育的欲望 虽然阿萨歇尔后来选择 回到事务所不再给大臣办事 但最终阿萨歇尔因为力量用尽 即将彻底消失 佐威也是跟阿萨歇尔相处久了 处出了感情 佐威哭着想要挽留阿萨歇尔 而最后阿萨歇尔对佐威说 我永远会活在你的里面 然后就彻底的消失了 最终十个月过去了 温迪尼生出了与沙利叶的孩子 而佐威也找到了新的男朋友 佐威和新男朋友两个人情投意合 甚至开了房 就在这个男朋友差点对佐威 付距离的时候 阿萨歇尔被佐威生了出来 阿萨歇尔刚出生就当场使用出能力 让这个男朋友失去了坚硬的能力 吓得这个男朋友当场就跑出了宾馆 期待还留着的阿萨歇尔 跟情绪失控的佐威解释到 原来阿萨歇尔留了一些力量 一直住在佐威的身体里面 为了保护佐威的真操 阿萨歇尔选择这个时候突击 赶跑男人 最后佐威在戒边和别习服赶到的时候 情绪彻底失控 纵拳出击 差点杀了阿萨歇尔 而全篇故事到这里也正式的落下了帷幕 就问你 精彩不精彩 就这还只是原作的三分之一的故事 这个作品简直是绝了 那么各位对这部恶魔阿萨歇尔 在召唤你的原作 有啥看法与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 你还想知道哪部动脉原作是早晚节的 本期视频点赞过两万 我就三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 望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